大家好,我是阿胖,今天分享一个花生特别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比直接炒成花生米还要好吃,花生无需充重,喜欢吃多少就加多少 只要是干花生就可以了 锅内倒入适用油,开最小火,先把花生炒熟 不停翻炒,保证受热均匀,炒至变色,拿起一个尝一尝,没有加生的味道,就可以控油捞出了 放到盘子里,放凉备用 放入60克糖浆,糖浆可以增加粘稠度,没有糖浆的话可以用30克蜂蜜代替 再加入20克蚝油 80克橙醋或者香醋,再加入2克食用盐,搅拌均匀 加入蜂蜜40克,喜欢甜的就多加一点,喜欢酸的就少加一点 再加入两勺凉白开,搅拌均匀 搅到这种粘稠程度就可以了 放入放凉的花生米,依次少加一点,吃完再加不要长时间浸泡 再加一点熟的白芝麻装饰一下 一道酸甜适口,做法简单的老醋花生就做好了,超级好吃,喜欢的话可以试试哦 谢谢大家